只有当我们了解父的旨意并信仰他时 才能入天堂 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自二十七节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入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当那与必有使徒人对我说主啊主啊 我们不是奉你的名全道奉你的名赶鬼 奉你的名行使徒义能吗 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 好比一个聪明人 把房子盖在磐石上 雨淋水冲风吹 撞着那房子 房子总不倒塌 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 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 好比一个无知的人 把房子盖在沙头上 雨淋水冲风吹 撞着那房子 房子就倒塌了 并且倒塌得很大 在上述经文里 我们的主说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主在这里说 并不是任何自称信仰他的人都能上天堂 而只有那些执行负旨意的人能上天堂 在最后审判雨 使徒信仰耶稣的人反驳他说 主啊主啊 我们不是奉你的名全道 奉你的名赶鬼 奉你的名行使徒义能吗 我们的主只能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我们的主对我们大家说 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是行的 好比一个聪明人 把房子盖在盘石上 雨淋水冲风吹 撞着那房子 房子总不倒塌 因为根基立在盘石上 凡听见我这话 不去行的 好比一个无知的人 把房子盖在沙头上 雨淋水冲风吹 撞着那房子 房子就倒塌了 并且倒塌得很大 马太福音第七章 二十四自二十七节 同样 耶稣在这里说 那些听我们走得到 信仰他和遵循他的人 好比一个聪明人 把房子盖在盘石上 而那些不这么做的人 必定看到他们信仰的崩溃 我们走在这里说 得福的人无非是那些 用耳朵听道 用心信道 因而从所有罪孽中得救 并执行父神旨意的人 另一方面 如果一个人听主的道 然而并不用心信他 那么他的信仰生活 就完全偷劳的 那些听我们走得到 并应信得生的人 就好比把房子 建在了盘石上 靠信仰神的道 谁和圣灵的福音 你们已经从一切罪孽中 得救了吗 那些因为信仰 谁和圣灵的福音 也自信从他们 所有罪孽中得救的人 就能在生活中 凭借对神的道 根深蒂固的信仰 而执行父的旨意 这些人不大能把 水和圣灵的福音 全部给世上的每个人 他们还能真正地 爱护他们的弟兄姐妹们 换句话说 由于他们信仰 水和圣灵的福音 他们希望用行动 显示他们的真信仰 我们的主对我们大家说 要做一个信道 和执行道的人 虽然世上有使徒基督徒 自称信仰耶稣 但事实上很少人 真正靠信仰 水和圣灵福音的道 清洗了他们的罪孽 变得洁白柔学 成为义人 然而 仍有人靠聆听和信仰 水和圣灵的福音 已经领受了罪孽得赦 仍有人捍卫了他们的信仰 并把他们的信仰 投入到实际行动中去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 水和圣灵的福音是真福音 但是 如果一个人用心信仰 水和圣灵的福音 那么他就必须把这福音 全播给他人 那些实际上不全播福音的人 会看到他们信仰的崩溃 然而 相当一部分人 只在嘴巴上说 他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 而事实上 他们心里并不信福音 因此 不能用实际行动 发现他们的信仰 这些人全播 即使假福音也是真理 他们只能这样全播假福音 因为他们没有真正信仰 水和圣灵的福音 但我们只能全播 水和圣灵的福音 而不能全播其他任何福音 因为该福音是正确的 我们必是信仰水和圣灵的能力 我们的主说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 换句话说 那些真正信仰水和圣灵福音 为真福音的人 能向他人作见证 因此 那些不向他人全播水和圣灵福音的人 没有任何的异形 他们也不执行父神的旨意 因此被我们的肘抛弃 最终 他们的信仰将作垂死挣扎 因为这些人的罪念 依然在他们的心里 即使他们自称信仰耶稣 这仍然为罪人 无论他们多么狂热地过信仰生活 他们全部都只是罪人 因为他们没有真正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 所以他们无法表现出他们信仰的正确行为 因此他们不可避免在末日被我们的肘抛弃 什么事情使罪以得赦的义人心痛呢 当他们看到有些人 即使自称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 实际上并不相信只有这福音才是真理 也不全播这福音 他们就心痛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有一个严肃的问题 那就是他们是否全心全意地 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信仰这福音 我们大家都必须远远本本地认识和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 它又使我们再次想起我们主说的话 那些不信水和圣灵福音能力的人 也就是那些不执行付旨意的人 绝不能上天堂 正因如此 我们的主对那些自称信仰耶稣为救世主 然而却不信水和圣灵的福音 也不全播这福音的人宣布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如果他们真信仰水和圣灵全部的福音是真理的福音 那么他们就根治真理正确的传教了 他们为何既不这样信又不这样全播呢 这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水和圣灵的福音 就是神永恒的爱心 因为他们没有真正根治主拯救的道 和他拯救的律法信仰耶稣 他们没有必要表现自己根治父的旨意生活 他们或是会说 我们不是以主的名作预言 不是以他的名赶鬼 不是以他的名行使徒歧视吗 但最终他们没有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 他们只行假奇迹 我们的主问那些不信水和圣灵福音而作恶的人说 你们为我做了什么 你们行奇迹和神迹了吗 愁此你们真的信仰我赐予你们的水和圣灵福音 你们应信得生了吗 你们真的相信我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担当了天下的罪孽吗 相信我在十字架上为你们流血吗 相信这正是陀摩天下一切罪孽的拯救吗 你们把它全部给他人了吗 你们什么事也没做 有多少次你们在直呼我的名作恶 我非常清楚你们以我的名泄渡神明 行了使都假奇事 所以离开我去吧 我们必不能受到谎言家的蒙骗 在全世界 有十多人以耶稣的名行奇事与神迹 在这些人领导的教会里 他们做礼拜的主要目的只四行奇事 其实 随和圣灵福音之道必是详细的全播给他们 所有教会的会员必是做的事情 仅仅用信仰做出反应就可以了 他们为何在这个时候还要大肆追求神迹呢 我们在这里必须认识到的一点是 着魔的人行那时都假奇事 换句话说 那些被恶灵控制的人会假装行奇事和神迹 欺骗他们的信徒 因此剥夺他们的判断力 并从他们那里诈指更多的财富 这些正好是傻蛋仆人的工作 所有这些奇事只不过是一种幻影 因此 耶稣说 当这些人对他说 我们不是以你的名赶鬼了吗 他会断言 折不认识他们 在这最后的一天 就将吃走一切有罪的人 无一例外 重生者的入眼看不到魔鬼 但那些没有重生的人 能听见魔鬼 看到他们的模样 这是因为他们心里有罪 在这些罪人心里 恶灵进去自由自在地作怪 因此 着魔的人容易和鬼交流 魔鬼就在这些有罪的人身上工作 见证他们的恶果 百姓真正要做的事情 不是追求假的歧视 而是要相信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斩价了他们所有的罪孽 用他自己的学担当了他们罪孽的审判 我们不应该参与魔鬼的工作 而必实信仰洗和圣灵的福音 把我们一切的力量都投身到 全播福音的事业中去 因为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把天下所有罪孽都斩驾到他自己身上 在十字架上担当了这些罪孽的审判 我们因信已经从罪孽中得救 成了无罪之人 因为我们的主已经用死和圣灵的福音 清洗了我们所有的罪孽 相信这一点的人全部都被清洗了罪孽 因此恶灵绝不支住在他们心里 对于洗和圣灵福音的信徒而言 完全没有撒旦的工作 所以我们的主说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入天堂 这里我们必须考虑的是 什么才是父的旨意 父的旨意使让我们靠信仰洗和圣灵的福音得救 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世主 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陀膜了我们一切的罪孽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这样的信仰正是根治父的旨意 相信的信仰 换句话说 我们的父差遣他的儿子 叫他受洗 斩驾了天下的罪孽 已经清洗了我们所有的罪孽 使他在十字架上流血 已经清洗了我们一切的罪孽 当我们信仰这个真理时 我们就能被清洗所有的罪孽 进入神冗恒的国 永远幸福的生活 我们一人将永远幸福的在那里生活在一起 主已经借着洗和圣灵的福音 把我们拯救出我们的罪孽 我们借洗和圣灵的福音 信仰耶稣为救世主 无非就是要根治父的旨意 信仰和执行他的旨意 然而还有十多人 犹如他们不能这样相信 即使相信耶稣为他们的救世主 也不能逃脱他们的罪孽 并最终因为他们的罪孽 被神抛弃和毁灭 换句话说 他们被抛弃是因为他们 至终不信洗和圣灵为真正的真理 因为他们不信洗和圣灵的福音 所以不能因信执行父的旨意 当末日来时 那些按自己的思维造就出来的信仰 就会全部化为泡淫 百姓在末日被神抛弃 原因就在于他们不信神的 洗和圣灵之道 同样的真理适用于你们 如果你们现在拒绝洗和圣灵的福音 那么你们自己以后也会被神抛弃 我们的主说世界的末了天使要出来 从恶人中把义人分别出来 丢在火楼里 马太福音13章49-50节 弟兄姐妹们 在义人当中谁是恶人 我们的主已经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 祂是靠洗和圣灵的福音 把我们拯救出罪孽 然而尽管如此 人有些人不信这福音 他们不但与世人妥协 甚至还站在他们一边 恶人无非就是这些人 弟兄姐妹们 没有两种真福音 也没有第二个耶稣 而只有一个耶稣 除了信仰洗和圣灵的福音 就是耶稣借以饶恕我们一切纪念的福音以外 没有别的道可以进入天堂 洗和圣灵的福音已经 陀磨了你们所有的罪孽 你们必须认识到 如果你信仰这个真理 那么按照父神的旨意生活的道路 就会为你们敞开 洗和圣灵的福音 确实能让你们认识到 什么是父神的旨意 祝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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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